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我在田间发现了一处石碑 它这个石碑的寓意是非常的大 石碑的下边有一个乌龟在驮着这个石碑 经过这个简单的了解 它这个是有寓意的 也就是说叫碧锡 龙生九子,九子之一,石碑驮碑 这个传说让老李带大家找一下附近的村民 简单的了解一下 现在老李让这个师傅给讲一下 这个碑的游来和这个具体大概的这个意思 一会儿老李详细的再讲解一下 这个碑的游来 就据听说上书的讲书说 这个碑的游来 这个碑的游来是从前宋朝时到 那宋朝时后它这个碑的游来是从以征权的这种感觉 就是宋朝的开始 宋朝被这个开始积载下来 它那个龙的那个历史 听了老大娘说吧 到下雨天,汉天的时候 如果老天也要不下雨的时候 它这个来烧鲜磕头 它就到上面 那石头椰子那八条龙 所以你到不顾六月六 大汉不顾六月六 它的天气要下雨 也就是说在民间大汉不顾六月六 上面这个碑有那个八条龙 没到干旱的季节 我们当地有这个上点年纪的爷爷奶奶 他们会来这烧香磕头 把那个黄纸压到龙的上边 它就会那个下雨 挺灵验的说这个 具体的那一会儿让 老李给大家讲一下 行 好,那你先忙 干农活吧 谢谢 通过刚才的了解 这个碑系的由来 石龟驼碑 在宋朝时期 汉齐带领的士兵入关打仗 来到了我们当地 可是呢 附近水源非常的急缺 它牵的这个军马呢 这个马蹄又不停地在地上一直刨 结果就出来了一个拳眼 流出了水 汉齐看到以后 命令士兵先喝 然后让这个马匹先 最后汉齐才喝这个水 后来这个事迹 又流传到了这个附近的村民 为了纪念它 就立了这个 地系石龟驼碑 上面有记载 而且根据当地村民的传说啊 现在每到就说大旱 不过六月六 也就是在六月六的时候 每年是大旱的季节 我们附近这个上点年纪的这个爷爷奶奶 他们会来这边祭拜 祭拜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八条龙在上面 每一边有四个 这个龙在上面盘着呢 每当他们祭拜完之后啊 会把这个黄标纸压到这个龙的上面 八条龙的身上 不会过多长时间 老天爷就会下雨 这个传说在当地是非常的流传的广泛 关于现在这个马蹄 它把这个水采出来水以后 这个泉沿 有这个马蹄泉 还有这个汉齐庙 都是在一起关联着 下一期老李带大家去 看一下这个 汉齐庙和这个马蹄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